有车吗 有 保时捷 有房吗 中心两套全款 配杀猪吗 不会 我俩不合适 你走吧 哼 哟 这不是秋秋吗 一年不见 怎么变这么落魄呀 什么会 一年不见 你俩这嘴比我家猪还臭啊 你 你一个臭杀猪的 他是连男人都找不到吧 哦 对了 下个月呢 是我和猪猪的订婚宴 既然遇见了 那就一起来参加吧 可以带家属哦 当然 前提是 你有家属吗 你不会不敢来吧 行 我呀 肯定去 那不见不散哦 嗯 走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还抽空来参加我的订婚宴 这一杯我就先干了 聊表敬意 恭喜恭喜啊 乔总 此次项目损失的原因查清楚了 是信息部周周和露露谋私泄露导致的 我知道了 露露 这是一直以来你都想要的包包 今天我送给你 哇 露露 你男朋友对你好好 我也想要这样的男朋友 其实 周周总会给我送礼物的 秋秋 你怕是没收到过这么好的礼物吧 也是 秋秋都没有人看得上他 怎么会有人送他这么好的礼物啊 哎 哎呀 这包 不会是你从我手里要过去那只吧 哎 这包都经几道手了 当年女朋友真的太幸福了 呵呵 秋秋 你是来搞事了吧 不能呢 我呀 是给你们来送新婚礼物的 来 看看 秋秋 你送把杀猪刀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有人说过吗 他要是背叛我呀 就 背包自宫来着 你 怎么 迫不及待 想替你未婚夫挑刀啊 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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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总 不好意思啊 这个女人在我们饭店闹事 她还携带管制刀具 我怀疑她精神有问题 我正准备处理她呢 就是 她还辱骂我们 一句比喻句脏 还骂我妈 我精神有问题 我看全家这事才有问题 还有你 你不应该骂吗 你做的事每件不脏啊 还有你 你纵容这样的下属 最佳一宝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敢骂我们乔总 你们算什么东西 你们被开服了 乔总 为什么 不仅如此 这次信息部的项目泄露世界 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全部加倍处罚 好自为之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和你共进晚餐呢 秋秋小姐 好吧 大家欢迎一下新同事啊 米卡和秋秋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我是米卡 很荣幸成为大家的同事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找我 大家好 我是秋秋 以后就麻烦大家了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 嗯 他买啥吗 听说这家出了新品 现在有一个新项目 需要一个实习生参与协助 你们谁愿意参加 主管 我手里有点工作忙不过来 这次就 主管 我想试试 为了做手机领导看 真是拼了 这么个工作也感情 来来来来 谢谢大家多关照 以后大家要是有什么事 尽管找我 那必须的 你看 秋秋 这个包是不是我今天的衣服很搭 你觉得呢 请问您还有什么事吗 好看 来 工作上的事没有 你的方案我好满意 兄弟 谢谢啊 三个月讨和稀奇的表现 恭喜你成功转正 你为了项目都做得很出色 公司决定 获格提升你为组长 谢谢主管 哎 米卡 我们才刚毕业 只要你肯踏踏实实的呀 以后肯定还能找到好工作的 不用你加好心 我本来就看不上 打工人的生活 我以后 可是要嫁有钱人的 这长安第二代CS75Bus真不错 全系标配新一代爱信8AT 四种驾驶模式任意切换 而且智能系统也非常厉害 手势控制 洗脑检测 一应俱全 我身边的朋友都喜欢这辆车 宝贝眼光真好 当然了 这车曾获国内首次 双美标公开碰撞全优成绩 安装性能非常高 我这一年这么辛苦 发了年终奖 当然要挑战好车 好好扣扰一下自己啊 那赶紧上车试试吧 好 那赶紧上车试试感真不错 那当然了 人生没有平白无辜的馈赠 你所收获的每一份礼物 都早已暗中标注好价格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江红你来啦 这位是 哦 这是我女朋友 秀秀 哦 原来是女朋友啊 不好意思 我认识江红这么多年 她一直喜欢到 也不是你这种内心吧 所以 啊 我说话 迟人你不会介意吧 没事没事 第一次见面 男友的发小 就对我敌意很大 来了来了 你别去 求求你们来了呀 来了 嗯 我接个电话 哎 哇 你这个裙子真好看 哦 加红买的 我们进去坐呀 哎 丑丑 你这个手好干啊 都起皮了 穿这么漂亮的裙子 更要注意 露在外面的皮肤哦 不好意思啊 我说话直 你不会介意吧 聊什么呢 没事 我 我去个洗手间啊 气死我了 这个绿茶 你不知道我多尴尬 我这皮肤啊 一到冬天就干到起皮 看起来还黑沉沉的 哎呀 没事 接吧 万一有什么急事呢 喂 喂 家红 我胃病发了 好难受啊 你胃痛找医生啊 找我干嘛 你给我送点药过来吧 答应他 好 我一会过来 你怎么来了 秋秋不放心 你给你送药 你什么语气啊 家红 你别说小景了 他现在身体不舒服嘛 我没事的 你 请问谁是小景 你点的烧烤到了 你不是胃不舒服吗 还吃了下烧烤 家红你别走啊 完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王林 你也来夜跑啊 好巧啊 呃是挺巧的 我去买水 我去买水啊 啊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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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 周心周心 哈马蒂 安 格 杰 达 瓦 哪 给 哪 不 要 说 你的耳机 哦 谢谢啊 啊 我 我 我 哎 我先走了啊 一朵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喂 我说你到底喜不喜欢舅舅啊 我当然喜欢 那你还不趁琪琪跟他表白 他马上就要调职了 后面就没机会了 可是我一看了他我就接吧 那这样 你就把我们俩的对话 你发给他 那万一他不同意 我这不是打扰了他吗 我同意 我 那这个就是病理了 男朋友 我就说他俩能成吧 那还不是我的功劳